今天白天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各地高温都有起来一点点了 都是二十几度左右 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整体来说台湾现在的环境风场 吹的是东风偏东南风左右 所以呢温度还是比较暖热一点点的 从今天一整天的温度还有降雨趋势来看 北部东北部大约是16到23度 甚至在中南部地区呢有27到20左右 29度左右 到了明天周日甚至会飙出30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呢这两天呢 在周末的时候是特别适合出门来游走的 另外呢再来看到了一整周的温度曲视图 可以看到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温度都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但是到了礼拜一就有明显的下降 主要呢就是因为风面通过了之后 就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要增强 这波东北季风不排除到达这个大陆冷气团等级 所以呢气象主在今天呢 也是把这个预报呢转为大陆冷气团等级 在北部的低温可能出现13到14度左右的低温 一直要影响到周四的清晨 到周五呢才会明显的比较热一点点 我们再来看到降雨趋势图来看的话 今天明天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偏干一点点的 但是到了礼拜日礼拜二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整体水汽还有这个雨区呢明显的扩载 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迎风面地区 可以看到呢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到了礼拜三到礼拜五 华南雨区东移之后呢 可以看到整体的水汽会比较减少一点点 这时候呢整体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点 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整体来说 风场环境是吹东风偏东南风 所以在下风处的高频地区是红色提醒点击 提醒如果有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